8点21分带您看狠心开枪射杀小姨子 卢走前妻的嫌犯抓到了 最后在前妻被释放后不到一天 警方抓到他 他说很后悔 不过还是强调自己对老婆很好 不是有意伤害他 闯进前妻的槟榔滩 陈信嫌犯双手插口袋 看得出来者不善 进出不到十分钟传出枪响 前妻遭强行卢走 而小姨子则身中三强 开枪的就是他 橘色T恤高高的身材 一次债务纠纷找上前妻 争执之下开枪射伤小姨子 他坦诚后悔 但强调自己很爱老婆 槟榔滩滴鲜血 子弹罐穿了玻璃 男子连开六枪下手毫不留情 小姨子挺身护戒戒 反而遭到枪击 子弹贯穿下颚 左胸还有手臂也重担 眼睁睁看着姐姐被嫌犯掳走 你刚才拉着一招就已经开车了 开车了 开车了 就比较别人 打开车了 我也没想到装完之后 差不多两三点就发生这个枪击案了 才刚装好监视器就发生枪击案 嫌犯似乎是早有计划 开着这辆计程车到槟榔滩开枪掳人 因为前妻有心脏疾病 当晚就被释放 不到一天男子落网 招强压这个她的前妻部分 因为情绪失控 到目前 那目前部分还没办法做整个案件 做详细的叙述 要钱不成 开枪掳人 掳走前妻将近七个小时 嫌犯终于被警方逮住 小姨子脱离险境了 但是前妻因为受到惊吓 还在医院修养 专属张代锦原理报道 对 让开枪掳人